欢迎收看复甲天象 今天就震荡了 今天比较有趣的地方 就是在震荡的过程里面 一般来说我们现在目前平均量 大概在4200到5000亿之间 今天来看预估量只剩下3700亿 那3700亿就是说你台积电 今天目前来看大概剩下19000张 礼拜五大概30000张 那我们来看一下连八科 连八科不对不起连电 上个礼拜五是9万 现在剩下66000左右预估量 连八科也是 连八科今天量能缩的倒蛮快 上个礼拜五大概还有6000张 现在剩下3000张 所有的这个量能都一次性的向下萎缩 然后世心大概没有说到哪里去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创意好了 创意大概现在升1100 昨天上个礼拜我是1800啦 我之前讲过 如果量能没有开的话 如果这边没有补量 就是说你量能没有一直在4000张到5000张 它趋势是很难改变的 趋势很难改变 这趋势还是持续的向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资源 资源今天还有量 你看资源现在的预估量大概7600张 比昨天比上个礼拜5000张来得多 所以资源应该很快就会止跌 就是它下来幅度大概最后两三天的赶底 资源就会好一点点 它会属于低档震荡 那回头来看一下这个神盾 神盾大概也差不多今天跟昨天一样 量表示说它很稳定 很稳定什么意思呢 很稳定的概念就是说 它在等 它在等一件事情 它应该还会再往上再往下走 它会做最后的往上走 然后才会往下再回档 因为它可能要做一个逃命波 那这样子看起来的话 它逃命波的几率是很高的 我这样跟你讲都是讲实在话 安国也是一样 安国这边大概比较没有力道 上去大概比较上不去 它就会直接往下走 但是神盾就会拉一下再往下 毕竟它还要尊重一下 它的上升趋势线 就是这个多空线的部分是往上 那这边已经大概讲完了 这个几两个股 那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比较 应该说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像威胜 早上你看一架涨停板 完全锁住 如果你有套在威胜 为什么讲套在威胜 注意看 前两天跟你讲 你威胜买了三个月 你怎么买怎么套 刚好今天涨上去 这最近一个月买的没套到以外 其他全部被套住 但是如果你有威胜 如果你有威胜 你也不用急着去卖 不用急着去卖 因为这个消息面 应该是 应该是酝酿很久 现在才公布 这个是经济日报 昨天下午的消息 所以今天早上威胜一架 涨停板 金融时报报导 北京当局加强科技国产化 来了 政府的个人电脑 太除intel跟微软的为处理器 他为什么没有太除灰达 因为灰达的效能还比较高 所以暂时不碰灰达 但是这叫做趋势化 加强科技国产化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把美国的这一边 就是我们台湾帮美国厂商 代工的这所有的晶片组 可能慢慢的都会给你加一些限制 这个限制是慢慢的往前走 为什么因为大陆的晶片还没有赶上来 赶上来之后 你就会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今天早上的威胜 一架涨停板 我讲了嘛 前面你都套 今天你刚刚好可以喘口气 你也不用第一根涨停就卖 威胜你也不用第一根涨停就卖 操作面上面 你至少等三根涨停板 所以我讲过我不会去放空威胜 因为我很了解这家公司 人家这个当人对他有利 这个一定 这个报道里面 这是北京当局加强的科技国产化 这个消息里面一定会对威胜有利 所以你真的不用急着卖 这个不是说我今天看空 我就教售你什么都要卖掉 不是这样 个股轮动 我说不合理的我们可以去放空 那准备要反弹的 我们就不会去做这个动作嘛 这我都先跟你讲在前头 我绝对不是那种硬拗 也不会带你去做一些 很冲动的事情 没错把它扛下去 不要干这种事情 我们做空只是顺势要赚钱而已 你说今天的行情量缩嘛 3700亿 我觉得如果继续量缩下去的话 这个行情真的就开始走 那目前来讲呢 空军目前就是暂停 我没有做加空的动作 因为我认为这里让它走完 让它走完 什么意思 你今天早上 很简单嘛 我之前说了华城 因为它被锁住 我们就退场 不要理它 等它走完再讲 我之前跟你讲说 从550这里 它要到800还是要到400 好 它要到800 非常好 因为从550到400空间不大 但是你如果从800到400 这个空间就很有意思了 550到400才150 如果说你从800到400 那是400块 那个绝对看得到的 我跟你讲 那绝对看得到 因为你今天的电价已经固定 已经出来了 你电价已经出来了 对不对 你所有的重电都在拉 是不是 那你说重电有什么好拉 电价都已经固定 对啊 我电价都固定了 那你现在在走 还在讲说 美国的这个重电高压电 可以跟台湾下单 那台湾因为出货比较快 这个消息面从去年年底 听到现在 我要讲的意思是说 以华城来讲 一月份就在告诉你说 300块 400块就在告诉你说 可以接到美国重电的订单 从400到现在750 780啦 780 它都讲一样的事情 但是我刚刚跟你讲 因为它都是属于政策性的做多 政策型的做多 它在等一个适当的时间点 我也不用客气跟你讲 反正不是下个月就是520嘛 就这样 反正它就等那个时间点再来丢 或者更快一点点 现在丢一丢到520再来反弹 也不一定 因为我总觉得这里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 它已经不演了 它不演了 它就光明正大拉给你看 光明正大撑给你看 大盘现在还没有动 还没有跌 为什么还没有跌 00940 4月1号才要上市 还有其他四档高股息 还有四档高股息正在募集 所以短线上这里一直撑到 四月中到五月初 可能都还在高档震荡 下来幅度不会太大 它应该不会跌破19000啦 大概就是在22000点到19000之间震荡 因为下来就会又有投信进去买 可是你时间点 越来到五月份六月份 你就会知道一件事情 如果你今天来到四月份 就是下个月 市场上又传出来说 六月份可能不降息 你就会引来另外一次的 美国这边的获利了结的卖压 美国这边的获利了结的卖压 它就会比前几次都来来更大 为什么 你去看那个比特币 短线上从7万4掉到6万2 6万2再反弹到6万7 这个都在这个10天内发生 如果你今天没有做好准备 它有可能一天 台股一下一天涨400点 它有可能一天会跌600点 所以你看到一天跌600点 你也不要怀疑 但是跌600点对于我们的空单 是很不好的 因为它最多一根跌停板而已 所以我希望的 它是每天都跌个四五十点 它可能每天跌嘛 对不对 它就不会一次性跌完 为什么我要这样讲 你看看照例今天是跌大概3个percent 它昨天也大概跌3个percent 它每天都这样跌 对不对 290 15 290一直跌 跌到250 跌40块钱 它每天都跌20块 20块 20块 你看跌一根跌停板 隔天又拉回去 跌一根跌地板隔天又拉回去 没有意思嘛 你每天慢慢跌 就慢慢的跌破了这个盘整区的颈线位置 它慢慢的慢慢的下滑 你看看 慢慢的慢慢的跌 跌到你都没有搞清楚 量能一直在萎缩 前面3万张 后来2万 1万5现在剩多少 5千张 市场上都没有声音了 市场上都跑去哪里了 都跑去跟你讲重电 一直在跟你讲旧消息 一直在跟你讲美国的变压器 这个变压器人家下订单 要下早就下了嘛 人家也说我订单接到2026年嘛 这不是都已经已知的事实 然后今天早上最大的消息在这里 AMD跟Intel AMD跟Intel这是大事 这代表一个趋势 我现在跟你讲 这代表一个趋势 代表说我们台厂跟美国的这边的合作 对于销售到大陆去的时候 会遇到越来越多的麻烦 人家会开始找你麻烦 我认为这个麻烦是找不完的 这麻烦找不完的 它随便都可以跟你安个罪名嘛 所以这是很麻烦的事情 除非说中间有什么转折点 不然的话你看看 今天晚上的Intel跟AMD会怎么走 如果说今天晚上Intel跟AMD是暴跌了 是重挫10% 那明天台股不是又要补跌了 然后又要靠投信的资金把它买上去 那有什么用 因为你大陆这边就是要限制你 因为你美国跟中国的科技战 已经正在开战 从实体的战争转到科技大战 这个是正在发生中 而且已经发生中 你所有的这个高价股 你看今天世新上去又回来 资源 对不对 创意本来早上是1335 现在又跌破1300了 对不对 早上上去有撑下现在又回来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现象 这个 这个是基欧股啊 1300一直在盘整 我告诉你它不如就直接赶底就好了 它一定会再往下走的啦 创意真的没有办法 因为这不是我 这不是我去控制的啊 因为你这个多空间是向下的 你本来就在盘底 你盘底的时候你要做一个赶底的动作 你不赶底这边没有办法去交代这里的卖压 你没办法去交代这里的卖压 你没办法交代它就不会弹啦 资源也一样 你看他们走法都一样 亮缩你看亮缩就不会走 亮缩就不会走 你看亮缩怎么会弹 亮缩不会弹啦 亮缩弹不起来嘛 所以还要往下慢慢走 艾普等下跟你讲 也是一样的道理 它还是去 除非能够横向 不然的话就是往下破 应该说赶底啦 不能说破底赶底 因为它破底就上来了 世新放了一大堆利多 弹去哪里 一样持续往下横向整理嘛 它还要再往下走的啦 利旺 今天早上也是开高走低啊 3529的利旺 对不对 你们来看 今天利旺开高下来 你看看它留什么线 留个上影线 而且这一个多工线已经走平 走平之后开始准备往下 准备扣底高档 它再来往下走的压力就更大 高价股的往下走 它不是一般散户朋友在买的 它是属于法人跟大户在进场 我所谓大户 它们可能不是操作股 可能不是那种短线进出来来杀杀杀杀去的 它是那种真的在看产业进场的人 如果看产业在进场的人 它们已经在退股票了 慢慢退啦 它们认为说大盘现在还是多方 它们会慢慢退 它们不会急的退 除非真的有危险 它们就会急 它们就会去做什么 避险啦 空单啦 这个空那个空然后再退场 它们是做好准备 而且它们也不会全部卖 因为资产上益嘛 因为很多人很多那种超大户 然后就没有聊到啦 慢慢调整啦 它说它是慢慢调 它们不会马上卖 因为认为说反正现在还在一个疯狂当中嘛 所以它们就是疯高卖 疯高卖 疯高卖嘛 你看看贝佐斯跟那个佐伯格 它们都一样啊 它们也是疯高在卖META 在卖Amazon的股票啊 对不对 所以美国的大户 这些人也是在卖嘛 所以这里一定有一个风险 但是它们都不讲 我认为这个风险 应该是来自于过度集中化 这个过度集中化要小心一点点 这个过度集中化叫做这个AI 这个Google 亚马逊 都已经在下调对生成是AI的预期 这个你要千万要去理解这个事实 因为它叫做云端服务嘛 云端服务我是资本 支出我该卖的卖该做的做 那我已经架构完毕的未来三年 就是要训练 那这个未来三年是从去年 2023年年中开始算到现在 所以未来三年里面的AI的大幅度成长 我认为是持平 你股价往上标成长持平 它就是等着修正 反正未来 反正4月10号快来了嘛 你投信再厉害 你也是买在两万零两百点 你买在两万零两百点 加权修到一万八千二百就好了 就是两千点 那你去看看一般人的心态 跟你手中的持股的这个ETF的损益表 你就会知道金管会电话会不会接不完 这个就是很现实的嘛 大家都会打电话去金管会抱怨嘛 金管会就开始出来定投信 这个循环就是这样走啊 是不是 那我们现在要去预防这件事情发生 要怎么做 休息一下回来 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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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投顾真心照顾 运达投顾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凝失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动乾坤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 刚刚就是在update一些细讯息 因为最近的讯息里面 其实有一些隐藏版的负面消息 大概市场上不会有人讲 因为你股价没有跌嘛 你股价没有跌的时候 大家就绝对不会告诉你这些事情 等到跌的时候 大家才回头去找理由 那我现在就先告诉你 我不是在吓你 我只是在提醒你 来到两万零两百点的时候 投信一直在买 投信拿散物的钱一直在买高股息 这个高股息高配息 其实都有一个凭准金 你这凭准金就是你自己的钱 老实讲 所以配来配去是配自己的钱 你不如自己去买 那个高股息股票给你看了嘛 你就自己去买就好了 你干嘛一定要买那个 现在也有零股交易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做的时候 不需要去做这种 就是拿石头扎自己脚的事情 就是你不要去做重复的事情 你可以做的 你就自己去做就好了 你不知道 你可不可以给我扫进去 你问我我会回答你 我也没有那么小气 是不是 我讲真的 这里就是有很大的风险 那很大的风险是来自于说 你看所有的大厂都在讲 下调深层式AI的预期 因为你想要在深层式AI上面赚钱 这个还要一阵子啦 虽然说最近比较热门的 可能是机器人 但是机器人那个更是Sign-Fi 更是那种科幻片的题材 可能要十年后啦 你真的要普及化一台机器人 三万块五万块美金谁买得起 你必须要降到三万块五万块台币 对不对 你说扫地机器人 现在还三四万一台 光扫地而已有什么用 还要有更多的功能啦 我认为这个要普及化还要在一阵子啦 短线上题材当然没问题啊 你大盘现在是 大家利用投信狂买的阶段里面 开始在倒股票 你倒不动的时候走不动 你看 为什么像立望 为什么它不会大涨 我告诉你为什么3529 为什么它立望不会大涨 外资还调 外资没有调升它啦 外资说 四星好不好调到四千块 然后打死涨不动 为什么 现在大家在疯狂到投信的股票 它投信不会买嘛 它又不是高股息 投信不敢买它嘛 投信不敢买它就涨不动啊 外资也不买啊 它调到来讲高信的啦 划送耶 你知道哦 就是这样子嘛 立望也是啊 立望哪有动 你自己看 开高往下走 立望跌这么久 你看你难不成你指望它说 我不相信它可能跟威胜一样 就是一根掌停板 是吗 威胜摆明了有接到大陆的 就是它在大陆这个有上海四星 人家在上海有一个有投资那个晶片公司嘛 转投资嘛 人家有合作在做晶片嘛 啊你四星威胜有做 你四星也有吗 你的大户大咖在美国啊 对不对 你的大咖在美国嘛 又不是在中国大陆 所以你现在变成 你看看你接美国单的 是不是就比较有困难一点点 对不对 威胜就直接飙了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 那大家怎么办 艾普是不是IC设计 这也是美国单的啊 IC设计你看看 艾普好到哪里去 对不对 大家现在都是疯狂在盗 吃投信豆腐 疯狂在盗货给它 创意也没有人买啊 创意为什么不买 因为它也是投信没买嘛 对不对 大家都在盗投信的股票啊 盗给你想要 我全给你 是不是 大家一直盗 又要去讲919 919你看刚刚还翻上了 现在要回去了 现在又在平盘一下 929也还在跌啊 939你看还在破发嘛 是不是还在持续的跌嘛 00939我们来看看939 怎么办哪里去呢 还在持续的跌嘛 你放心啦 再跌一下下它才会板弹啦 这个是标准的流程 但是我们要讲的是说 你这个市场上大家就是 摆明了就是一直在到投信货 可是你投信货的资金是散户来的 散户去买高股息ETF 然后在ETF再去买股票 你全部都被人家公开在市场上 市场上的大户啦 特定法人啦 或者是说外资就到 就变成这样子啊 你就每天指望它能够填息 你填息的时候 人家还一样到货给你啊 为什么 因为未来6月份它一定不会降息 你不会降息市场上就没资金 没资金它就要抽走啊 台币要贬值的啦 台币贬值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你再加上这个美中的贸易大战里面 限制来限制去 台厂做生意越来越难做 怎么办 你认为折叠手机 像照例 折叠手机 对不对 人家如果真的叫你去发表什么 有的没有的言论 那你不是折叠手机 这真的啊 我觉得后面你怎么会知道 人家发神经病会说什么 我不是很讨厌他们啦 但是我觉得这个领导人真的发疯了 所以我才说 散散尽量散啦 反正人家要击笑嘛 我们就顺着人家发疯的角度去做事情 这样也许还有钱可以赚 我认为这里 随时大盘有非常大的风险 当然啦 我现在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 应该是有人发觉到什么地方不对 开始在倒股票 我只能这样跟你讲啦 刚刚还没有 刚刚我来的时候还在涨40点 现在跌25点 可能我下节目 然后可能再跌个50点 也不一定 因为我觉得这里一定有人在偷到货 不然他不会突然跌得这么快 或者是说买盘不计 买盘缩手 这个都是风险之所在 2万2千点的风险 其实你会看得到 表面上它在让你去习惯 2万2千点 很多人跟你说2万点是地板 OK 没有问题 这个是他们认为的 他们的地板可能在五层楼高嘛 那我的地板在地下室嘛 我情愿他到地下室 他到一楼了我再来买嘛 我为什么要在五楼顶买股票 我没有跟你说101 还没到那个程度啦 五楼顶有可能啦 或者是顶家再加嘛 是不是 我不喜欢那个地方 我喜欢在一楼不行嘛 或者二楼嘛 二楼也好一点啊 我为什么一定要买在五楼顶 我买在二楼不行啊 对吧 你二楼才要买股票嘛 有时候未来要买 所以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啦 如果你喜欢在底部 二楼一楼买股票的 欢迎各位加入我的行列 今天�楼下一次 剧场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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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剧场主持人